在台灣的自然生態界 有一種外表很不科學,極度繽紛的小胖鳥 牠們的身材胖胖的,嘴巴非常的有力量 又稱為台灣泥啄木 周圍還有很神器的小鬍鬚 就好像獅子一樣喔 重點是牠們吃東西搖頭晃腦的樣子超級可愛的 這種鳥類的叫聲也相當的特殊喔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像是和尚在敲木魚的聲音呢? 沒錯,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鳥類就是五色鳥 不過這種五色鳥呢 牠們由於野外的枯木逐漸的減少 使得五色鳥牠們可以築潮的地點也越來越少 除此之外,五色鳥還面臨著什麼人為的危機呢? 我們今天這集影片要來為各位簡單介紹五色鳥 那我們就一起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大家好,我是愛台灣的傑克 今天要來為各位介紹的鳥類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的鳥類 牠們的顏色真的美得很不可思議 又在這幾年熔燈變成台灣特有種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鳥類是五色鳥本人 五色鳥在全球有超過80種 台灣僅有其中一個牙種 這種鳥類在科學上面的分類屬於動物界 極左動物們、鳥鋼、獵形木、須獵科、擬著牧屬的五色鳥 獵這個字大家可能有一點陌生 所謂的獵形木就是在指五色鳥這種特殊的鳥類 最早在爾亞當中稱著牧鳥為獵 因為這種鳥類的行為實在是太特別了 所以在歷史上面我們會觀察到他們很早就被人們給關注 當然我們這一集所要來介紹的五色鳥也是有這樣特別的著目行為 不過我們因為五色鳥這個名字可能比台灣擬著目更讓人熟悉 所以說影片當中就先以五色鳥來稱呼他們啦 五色鳥他們顧名思義就是有五個羽色 最主要我們如果看過去還是以綠色為主 因為他們的背部、腹部、翅膀、腿以及尾巴幾乎都是綠色的 而嘴巴以後是呈現黑色、額頭的顏色為黃色 胸口一共有三個顏色喔 先是一段黃色的毛、接著是藍色、最後是紅色的毛 就好像一條漂亮的圍巾一樣 臉部以及頭頂呈現藍色也有一點紅色點綴 講到這邊大家還記得他們的五色是哪五色嗎? 這五個顏色分別為綠色、藍色、黃色、紅色以及黑色 他們的體型肥胖而且頭部也相當的壯碩 如此健壯的體態也造就了他們能夠著目的天賦 上嘴比下嘴還長 嘴邊的小鬍鬚也很明顯的可以觀察到 這也稱作為鋼毛 這是在敘烈科當中相當重要的特色 五色鳥他們的身長大約20到23公分 大概比我們常見的八哥還要小一點點 而野外的五色鳥的壽命最常可以活到6年左右 而根據台灣國家公園的資料顯示 五色鳥的食性主要是以果實為主 屬於食果性的台灣野鳥喔 在野外也會去捕食某些昆蟲 食果性的五色鳥在都市生存並不容易 由於都市綠地美化造成昆蟲的數量不足 所以說如果跟山林裡面的五色鳥相比 其實在都市生活的五色鳥他們是更容易夭折的 而且他們跟一般的鳥類不太一樣喔 他們的飛行能力好像沒有想像中的靈活 也沒有那麼愛動 有別於多種在台灣群居性的台灣鳥類 五色鳥大多是單獨行動的 最主要是棲息在中低海拔的闊葉林中上層 常以枯木之洞穴為期所 從陽明山到墾丁都不難看到他們的蹤影 五色鳥他們雖然有五個顏色 顏色非常鮮豔 但是他們主要的顏色還是綠色為主 雖然他們可以在大自然當中被保護得很好 但是通常都是他們的叫聲出賣了它 這種鳥的聲音實在是太有特色啦 在野外如果說沒有看到五色鳥的聲音 但是當你聽到這個聲音 你就不難知道他們可能就在我們身邊 因為他們漂亮的外表 再加上這種很像是和尚敲木魚的特別叫聲 因此他們還有一個很漂亮的美誼 叫做森林中的花和尚 這個聲音確實出賣了他們 不少五色鳥的天敵都用這個聲音去做聽音便位 去認出他們的位置進而發動攻擊 不只是這些自然的掠食者對他們很有興趣 由於五色鳥他們的羽毛非常的漂亮 所以也因此常常成為被人類捕捉的目標 每年的四月到八月是五色鳥的繁殖季 一撥蛋大約會產三到四顆蛋 但是大部分是產三顆蛋 而在陽明山地區五色鳥幾乎都會下滿四顆蛋 2012年甚至出現五顆蛋的紀錄 我們從他們的破可日計算 他們大約有28到32天的育除期 大概一個月左右 而台北市公園處也表示 包括了大岸森林公園、青年公園 還有榮興花園公園、花博美術園區 還有南港公園、前山公園等等這些知名的公園 都能夠發現他們的蹤跡 而有些賞鳥的愛好者可能會以食物來引誘五色鳥現身 而最常用的就是所謂的麵包蟲 鳥會的義工在幫中岩院的鳥類做解剖的時候 就發現有一些鳥類體內的脂肪含量過高 除此之外,康健雜誌也曾經報導了 有些攝影的人為了去捕捉鳥兒近視的畫面 會用所謂的豬針將麵包蟲固定在樹枝上面 曾經有不知情的鳥兒把這個針囤下去,因而喪命 賴榮孝老師也曾經說 雖然獄廚的畫面拍起來相當的動人 但是繁殖是野生動物一輩子最重要的事情 有時候不當的拍攝也有可能會造成他們的威脅、他們的驚恐 因為母鳥在獄廚的時候警覺性高 稍微有強光或者是攝影者靠太近 都有可能妨礙他們餵食 而時間久了,其實有些青鳥還是有可能會離巢而去 讓小鳥年幼就失去母親 而這些事情都讓人聽了感覺到非常非常的遺憾 我們今天介紹的這集台灣特有種的五色鳥 或許在一般大眾眼中 會以為是要到深山當中才能夠見到的奇特鳥種 但是如果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仔細觀察的話 也有可能會看到他們以絕美的姿態出現 連在都市也都不難發現他們的蹤影喔 雖然他們不像外來種的八哥的數量如此常見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靜下心來仔細的聆聽 或許就可以聽見出賣花和尚的特殊叫聲囉 那影片的最後也帶各位簡單的了解到了五色鳥 他們在現在的大自然可能會面對的生態影響 我們也要時時刻刻的提醒自己 珍惜台灣這片土地與大自然的所有珍貴的萬物 那在螢幕前面的觀眾喜歡五色鳥這種鳥類嗎? 非常歡迎各位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喔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幫我按讚並且分享 我們也將持續在每週五晚上十點更新更多 跟台灣動物有關的內容喔 我是愛台灣的傑克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在支持咱們關卡 我們在我們下期間連wick尬 然後再分享一次 我們一起過不同的內容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